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人们常说天有不测风云 是人有旦夕祸福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先跟您分享一个小故事 说是在美国有这么一对情侣 他们某一天正在徒步旅行 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 可就在穿行科罗拉大峡谷的时候 突然天降暴雨 怎么办呢 就赶紧找地方躲 可正跑着呢 一到闪电下来 直接就劈在两个人身上 当场就劈晕过的地方 那个地方平时也没什么人去 眼看着这俩人就要没命 可谁知道 刚巧了 有两位地质学者 就在那做地质调查 两个人就这么得救了 您说这是不是挺让人感叹造化神奇啊 之所以要分享这么个故事呢 是因为咱们接下来要讲的 也是一个祸从天降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 那可比之前讲的这个离奇多了 您接着往下看 也是在美国 在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州附近 有一个叫做匹克斯盖尔的小镇 这个地方人口不多 看起来十分的宁静祥和 可就在一个月朗星期的夜晚 没有任何征兆 灾祸直接就从天而降 注意啊 我这里用的这个从天而降这个词 可不单单指这个事情发生的这种 出乎意料啊 突然性 而是指它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当时正坐在沙发上 我的猫显得有点异常 不停地绕着沙发走来走去 我没有发现任何反常的情况 我想可能是猫有点不对劲 说话的这位名叫米歇尔 最先听到灾祸声响的就是他 刚开始米歇尔只是感觉 他们家的猫有点不太对劲 可是也没太当回事 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窗户外头突然就传来了一声巨响 米歇尔吓得直接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我听到了撞击发出的一声巨响 窗户猛烈地摇晃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突如其来的巨响 让米歇尔一时之间乱了封寸 陷入紧张的他本能地 拿起了电话决定先报警再说 这里是911 您遇到了什么麻烦 好像是有人开车撞到房子上了 也可能是外面出了车祸 警察接到电话之后 迅速赶到了现场 这个时候米歇尔家附近 已经聚集了不少镇上的居民了 因为大伙都听到那声巨响 警察立即对米歇尔家的房屋四周 进行了仔细查看 可奇怪的是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最后是在他家院子外头的停车瓶上 找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您瞧吧 米歇尔家的汽车后备箱 竟然给支了起来 走近一看 这后备箱上还有一大窟窿 警察借助手电筒 观察了一下这个窟窿的里边 这才发现车底下竟然有一块大石头 石头的表面还沾着红色的车漆 很明显是石头在穿透了后备箱之后 才落到地上的呀 难道说那声巨响 就是这块石头砸到汽车身上发出来的吗 可问题是轿车咱们都知道啊 硬度和厚度 那并不是轻易能够穿透的呀 这得是什么人有这么大力气 能够把汽车给砸穿了呀 而且咱们退一步说 作案人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面对这一系列的疑惑 警察一时之间 好像也有一点茫然失措 他们只好把这个最重要的证据 也就是这块石头 先抬回警局 以背后续调查 不过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就有人来到了警察局 干什么呢 认领这块石头 难不成这是有人投案自首了吗 那会是什么人呢 哪来这么大力气 又干嘛要砸毁人家的车呢 警察一问人家开门见山 自称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人员 这个单位可不一般啊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观众肯定知道 这个单位的简称是什么呀 是NASA 这是负责制定实施民用太空计划 发展航空研究的这么一个机构 奇怪了 他们怎么会派人来认领一块砸块的汽车的石头呢 这事还得从另外一件怪事说起 同样是月朗星期 也就是米歇尔加汽车被砸的那个晚上 在美国俄亥俄州有一场橄榄球比赛正在举行 现场那是人山人海啊 电视台也正在直播 热闹非凡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从高空急速飞落了下来 他在夜空当中划出了一道闪亮的轨迹 电视台的摄像机刚巧捕捉到了这个瞬间 天降火球啊 怎么回事这是 这个画面被直播出去以后 一时激起千层了 大伙亢奋呢 有人说这是天空当中的电荷摩擦所产生的一种形态十分特殊的闪电 还有人说呢 巴扯是某种秘密武器在做实验 不小心引起的爆炸 更夸张的说法也有 说这是恶魔将临到人间的前兆 全大伙千万小心 总之是谣言四起 可是这个火球到底是从哪来的 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人员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天上的事归他们管呢 这不连夜就成立了调查小组 准备弄清楚这个事 可是从哪下手呢 大伙商定一番 一致认为当务之急 还是得找到那个火球最终的落脚点 接着他们通过电视台拍到的影像 以及数据分析 发现这个火球在距离地面四十多千米的高空位置 已经开始崩裂 其中大部分碎块在落到地面之前就已经粉碎了 剩余的 他们按照飞行的轨迹进行追踪分析 推断出比较大的一块碎片 应该是落到了纽约州附近 说到这儿 估计有观众已经猜到了 米歇尔家院子里砸中汽车后备箱的那个大石头 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当时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作人员赶到纽约州四处打听 很快就找到了匹克斯盖尔镇 在警察局找到那个碎块了 他们发现这是一块重达十二千克的石头 这么说你可能没什么概念 您就想象一整箱的矿泉水吧 差不多就是这个重量 直接从高空砸向地面 哎呦这幸亏砸的是车呀 要是砸到民房 或者当时就吊到了橄榄球比赛的现场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带走这块石头之后 专家立刻就进行了研究分析 最终确认这个石头其实是一块陨石 也就是小行星或者说是流星体 在穿过地球大气层和地面撞击之后 没有完全燃尽的残余部分 专家在对这块陨石进行了年代检测之后 发现它和地球的年龄是一样的 并且呢也是属于太阳系的行星 围绕着太阳旋转 当然了它的个头比地球要小得多 但是也能够称得上是地球的兄弟了 说到这儿您要问了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残余碎块 就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 这要是一个巨大的陨石撞击下来 那得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跟您说啊 这个想象完全合理 咱们的地球啊 曾经都差点因为这个陨石而毁灭的 您知道吗 不相信 咱们下结束 宁静小镇飞时从天而降 议论纷纷摇言似起 天降陨石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大的灾难 人类又该如何规避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街说到 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州附近 有一个叫做匹克斯盖尔的小镇 镇上有一位叫做米歇尔的居民 一天晚上他听到巨响之后报警 发现自家轿车的后备箱被一块大石头给砸穿了 这个保险还不赔 因为是不可抗力 天灾 这题外话开玩笑啊 很快石头呢 就被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专家给认领走了 经过研究发现 这个石头是从天而降的陨石 这个事儿让不少人感到后怕呀 这么一块小小的石头 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这要是再大点还了得了 是吧 别说大就直接砸人头上 人就没了呀 你别说啊 这个陨石撞击地球啊 确实非常可怕 咱们就说最极端的一次吧 那是距今6500万年以期 地球有过一次生物大灭绝 专家判断就是因为有一颗直径巨大的陨石 直接撞击到了地球表面 这次撞击不仅造成了大爆炸 同时还把大量的尘埃抛向大气层 形成了遮天蔽日的沉雾 从而导致了植物的光合作用暂时停止 地球上称霸一时的恐龙 也因此而惨遭灭绝 可见大型陨石撞击地面 那真不是闹着玩的 说到这儿有观众要问了 这大型陨石撞击地球一旦发生 那就是灭顶之灾啊 那么他们有没有规律 或者说咱们人类 能不能做掉什么进行规避呢 很遗憾 就目前的科研水平来看 对于陨石什么时候会降落 又会落到哪一片土地上 科学家们也没有办法进行预测 不过您也别失望啊 科学家们经过长年累月的研究 倒是找到了一些 关于判断陨石和陨石坑的标准 换之接下来就跟您来说一说 这个陨石和陨石坑怎么判断 先说说这个陨石吧 举个例子 在咱们国家浙江省的庆园县 曾经就有人发现过一块 通体有黑的石头 它比一般的石头要重得多 当时就有不少人怀疑 说这是从天而降的陨石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 刚开始有村民在当地的一条小溪里 发现了一块石头 这个石头一看就与众不同 通体有黑啊 跟周围灰白色的石头明显不一样 而且神奇的是 这块石头居然还有雌性 能够吸住铁锹 你们也说 这些特点跟陨石确实有点相似 没过多久 又有不少人在当地发现了类似的石头 甚至还有人在溪流当中找到了陨石坑 这事传出去之后 很快就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相关专家的关注 他们赶到现场一看 这哪是什么陨石啊 就是一般的磁铁矿石 那么他们是怎么判断的呢 专家说了 这个陨石根据所含成分的不同 大体分为石质陨石 铁质陨石 以及石铁混合陨石 这石质陨石的切面上呢 有明显的圆球状物质 也就是球粒 这是判断石质陨石的重要因素 而在庆元县发现的黑石当中 并没有明显的圆球状物质 所以首先排除了石质陨石的可能性 接着是铁质陨石 铁质陨石当中啊 因为含有镍 含有这个镍元素 所以呢会形成独特的维斯台灯条纹 这一点呢 庆元县的黑石当中也没有 而且经过鉴定 这些黑石当中的镍元素含量极低啊 基本上可以直接排除陨石的可能性 你要问了 那当地百姓说的陨石坑又是怎么回事呢 专家到现场发现 这个小溪当中啊 的确能够看到一些坑洞 这些坑洞肚子大 口子小 底部很平 专家判断 这应该是一种湖雪 也就是水流当中带有小石块 长期冲刷的结果 那么陨石坑究竟有什么特点 又该怎么判断呢 说到这个 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 哪啊 咱们又要说到 咱们国家东北的一个村子了 叫做罗圈里 这个村子有意思 它整个坐落在一个直径 1800米的圆形大坑当中 当地人称之为神坑罗圈里 不少人说啊 这个圆形大坑 其实就是个陨石坑 罗圈里的村民世世代代 就生活在陨石坑里边 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 这个我也说不准 还得请教专家 专家说了 其实判断陨石坑的标准有三个 一是磕石鹰 二是冲击波作用之下 岩石发生变形 三是矿物由结晶状态 变成非结晶状态 只要具备这其中的一条 就能证实陨石坑的存在 那么这个神坑罗圈里 符合这些条件吗 专家通过检测发现 这个地方竟然同时具备 这三条判断标准 也就是说 罗圈里大坑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陨石坑 它是有五万年前的一颗 直径数十米的陨石 以每秒十二千米的速度 砸落到这个地方形成的 有观众要说了 这么大的陨石 那得有多大威力啊 没错 那颗陨石砸下来的时候 产生了相当于五百颗原子弹 同时爆炸的能量 陨石瞬间就气化了 只留下了这么一个直径一千八百米 深达几百米的大坑 当时由于地表被砸成了环形的结构 能够出水 所以这个地方首先是变成了一汪湖水 后来在地质作用之下呢 坑源北部的岩石结构日渐松度 这个环形大坑 最终就没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水压 破开了一个祸口 湖水全部都流了出去 接着沉积物越积越多 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盆地形状 截止到目前 地球上已知的陨石坑呢 大概就有两百个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无望之灾呢 所以国内外不少的专家都在收集陨石 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线索 在我国吉林省的陨石博物馆 就陈列着不少的陨石标本 他们都是1976年陨石雨降临到吉林的时候 专家特意去搜集的标本和碎片 一共有三千多块 话说回来 这些陨石为什么会降落到地球上来呢 前后咱们说了 这些陨石都是小行星或者说流星体 在和地面撞击之后 没有燃尽的残余部分 可是这些小行星或者流星体 为什么会往咱们地面上撞呢 科学家们通过以往对太空的观测 发现地球上绝大部分陨石 都来自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 这些小天体本来是沿着各自的轨道 默默飞行的 可时不时也会发生碰撞 导致它们改变原有的轨道 而新的轨道 有的时候受到比较大的行星 甚至是太阳的影响 就有可能让它们飞往地球的引力场 如果它是一颗在固定轨道运行的小行星 运行一周需要几千年的时间 但有的时候它会静止冲向地球 只需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 就会和地球相撞 有人要说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咱们的地球岂不是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威胁 个人的生命那就更不用说了 随时都有灭顶之灾 打住别着急 不用太担心 首先这些陨石降临并不是很频繁 其次目前咱们人类在航天研究领域 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那些标准 都是研究结果 接下来科学家们会致力于 预测小行星的轨迹 努力把陨石对地球和人类的伤害 降到最低 咱们拭目以待吧 历经千年洪水洗礼 古镇为何窥然不动 大楼山下 笋西河畔 避水古镇究竟暗藏了多少玄机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哪啊 重庆的江津 有观众估计已经反映过来了 这不是那个爱情天梯的发源地吗 没错 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村民叫做刘国江 他为了让自己的妻子出行方便 竟然一抚一锤地在悬崖峭壁之上 硬生生地开凿出一个通往外界的石梯 这六千多级的台阶就被称之为爱情天梯了 您可能有所不知 这里除了爱情天梯让人动容之外 还有一个让人惊叹的地方 这哪呢 您往这看 这个小镇叫中山 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咱们国家大多数的古镇都建在山清水秀 交通便利的地方 这个中山镇却不走寻常路 它被群山包围 旁边一条笋溪河穿阵而过 听起来似乎也是一山傍水对不对 可是这个笋溪河水可不一般 它流经古镇的那一段 刚好是最狭窄的河段 不仅水流湍急 而且雨天还非常容易形成洪水 这个中山镇你看看 当地人就像是在向洪水挑衅一样 我就建在河岸边上了 你能把我怎么地吧 他一下这个滩口 一上我们这个滩口的时候 这些防武就知道雨不保了 您说这稀奇不稀奇 明知山妖虎偏向虎山行 胆肥 可为什么要在这么个地方建阵呢 单纯是因为胆大吗 当然不是 根据史料记载 这个中山镇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主要是因为这条笋溪河 在古时候是航运通道 由于这个中山镇河段最窄的地方还不到50米 而且中间有巨石挡着 所以南来的商船没有办法继续沿着水道前行 只好弃船上岸 货物转游陆路运输 所以这个地方是由转运站慢慢发展成了一个急镇 也就是中山镇 商人们都在这里进行休息或者交易 如果这个地方是因为商人们的需求建立起来的 那它在这个笋溪河最凶险的一段河道上 为何至今都安然无恙呢 但是洪水最高的时候也好高啊 这个柱子全部要安完 这个房子里的这个红灯笼这个地方要安完 听见没有 洪水来的时候都快淹到房顶了 那这个镇子究竟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呀 这个事咱们还得请教专家 这位名叫朱顺之 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地质系的教授 当他应邀来到中山镇之后 经过一番考察 发现了一件更为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这个中山镇最繁华的街道 是一山修筑的 为了稳固 还专门人工加上去不少垒石 这么一来 等于是一山体形成了一个绝壁 可就在河的另一侧 虽然也有峭壁 可是就没有这么陡峭啊 看起来坡度要缓得多 如果说古时候的商人 非要在这里建一个急阵方便走货的话 为什么不选择山坡度 看起来更缓 更安全的那一面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带着这个疑问 专家在河边来来回回地走 没过多久 还真就找到了线索 原来在古镇石桥的位置 专家发现了很多的湖穴 也就是水流长期冲刷石头留下的深坑 而且您看 在河岸边这些比较大的卵石上 也有很多的湖穴 这些湖穴的位置也很奇特 大多都集中在东岸 西岸虽然也有少许的湖穴 可是都远离民居 等等 远离民居 专家一瞬间明白了 为什么要在陡峭的河西岸建镇 这些湖穴恰恰说明了河水 在经过这一代的时候 对东岸的冲刷力度更大 也就是说 当洪水到来的时候 遭受冲击力比较大的 反而是坡度比较缓的东岸 这就是古人建镇在西岸的原因 那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洪水奈何不了中山镇呢 专家说了 湖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分解了洪水的冲击力 可是并不足以解释 古镇为何窥然不动 那么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专家决定继续考察 很快他在石桥往南的地方 发现了一段大概 有一千多米的河道吧 相对要直很多 专家说 这个河道直啊 就代表水流通畅 而且不容易淤积泥沙 从而也就不会被泥沙抬高河床 这大大降低了洪水 对古镇的破坏 有人要说了 洪水的冲击力分散 包括泥沙不易堆积 虽然能够减少洪水 对中山镇的伤害 可是也谈不上万无一失啊 举个例子 比如说1998年那场 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中山镇又是怎么躲过去的呢 这一点 专家在中山镇本身的建筑上 发现了一些蹊跷 首先您看 这古镇建筑物的地基 是由早年间 从上游冲下来的 大块鹅卵石堆积而成的 所以石块之间都会有缝隙 由于这个地方 土壤层比较薄 大地基的木桩可以深埋在 卵石的缝隙当中 起到加固的作用 除了地基比较牢固之外 还有一点 当地人建房子 大量的使用竹制品 他们遇到水不容易腐烂 不容易折断 有着很强的韧性 而且当地人对建筑物 还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可能就是发大雪的时候 深期后发大雪 它那个墙都冲掉了 都冲掉了 泥巴也掉了 但是这个沙漠还包成了上来 你想这些 这些竹子它都包成了下来 家里的这个墙边 都叫出家泥巴来扶 洪水一张起来 洪水都把这个泥巴泡泡了 那么我们这个主体的夹子还在 洪水过后我们要休养生息 就把竹子砍了 还把家里也扶起 我们要住几十年或者上百年 要住好多本人 要住几本人 就这样来去做 也就是说 这中山镇并不是有什么方法 可以躲避洪水 而是即便洪水来了 当地人也能对付 由于山洪爆发的时候 洪水往往会裹挟着木头石块 等等这样的东西 肆意冲撞 导致咱们平常的建筑物被冲垮 造成巨大损失 而中山镇的先民们 采用这种竹甲泥的建筑材料 非常巧妙地分解了水的阻力 让洪水对于建筑主体的破坏力 大大降低 进而保护了古镇的居民 这样一来 等到洪水完全退去的时候 人们再把泥巴糊上去 整个小镇就又焕然一新了 事情说到这儿 所有的谜题就都解开了 这个中山镇可以说是因为地理环境 形成的码头 又因为航运兴盛 聚集成了一个镇 千百年来 当地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抗争当中 认识了所处的环境 并且顺应自然 找到规律 形成了你进我退 你退我住的生存智慧 不得不说 古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 协调发展的良好关系上 值得点一个赞 值得我们学习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